字幕提供 又來到變種怪物競技場的時間了 我是你們的主播間打掃阿伯 烏秋風 上一場呢 變種凋零 雖然它很散漫 可是依舊贏得了一比賽 那個我們就不管了啦 贏了就贏了 這一場比賽呢是由我們的流畜流賭 不過它的正式翻譯叫做迷途者 迷途者就是這一隻了 迷途者對抗我們的變種村民 連村民都出來打 這是什麼情況 好啦不多說我們開始了 雙方選手準備就緒了 迷途者 欸迷途者有拿劍的欸 迷途者十隻 呃村民十個 村民真的可以打架嗎 蛤 不知道我們馬上來看好不好 搞不好只是 胸肌特別大而已 我們開始了 村民 村民衝出去了 村民要打什麼 欸唷欸唷欸唷 欸等一下等一下 村民丟火球嗎 好像不是欸 欸村民在幹嘛 村民在搞笑喔 啊變種村民 到底怎麼打啊 丟出火球 喔喔喔喔好大顆喔 他也會燒到自己人欸 然後迷途者有遠攻也有進攻 喔唷那樣遠近配合 感覺勝算滿高的欸 不過這樣火在燒 一直燒一直燒 還不知道誰會贏欸 這個大炮 大炮式攻擊 哇喔喔喔喔喔喔 欸村民 即便打架手還是插在袖子裡 完全沒有要打的意思 我看還以為他不打架咧 喔唷喔唷 不會村民贏吧 如果村民贏我真的感到非常意外喔 那個 迷途者還在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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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這樣打下去的話 我感覺 那個 凋零骷髏 在這一區獲得四強門票的機會 比較有了 打贏了 欸村民 村民都死光光了 欸等一下 一隻兩隻三隻 四隻五隻六隻 七隻八隻九隻十隻 一隻都沒死 欸村民 你來搞笑的喔 第二場比賽有五十個迷途者對抗五十個村民 哇 村民又要被虐待了 村民又要被虐待了 開始打架了 喔唷 喔唷 燒到自己人了啦 太87了 太87了 村民是來搞笑的嘛 第一發丟出去 有一半的人自己燒到了 太好笑了 還有小村民欸 哇 蛤 即便你上半身特別魁梧 有沒有 這根本就像長腫瘤啊 根本一點用處都沒有 遠距離這一場是遠距離的戰爭欸 沒想到村民也是用遠距離攻擊了 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無差別攻擊欸 這種無差別攻擊最廢啦 最廢啦 迷途者加油喔 哇 很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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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幾隻 一直被燒也沒在做事欸 根本不用這麼認真嘛 那個 村民 完全不構成威脅啊 爽贏一波欸 根本就是 抽籤抽完 就可以進 就進擊了 實在太爽了 那迷途者有遠距離有進攻 算是很好的 雖然他的遠距離常常丟到自己人 不過 比起村民 他們 更 更加輕鬆有沒有 丟到自己的比例 別人這麼高 這在搞什麼鬼啊 這場比賽應該是 播報到這麼幾場之後 實力相差最懸殊的一場吧 一百比一百開始了 也沒什麼好比的好不好 你們趕快打一打就結束了 你看自己燒自己人 燒完爽完 有一半都被自己人打到的嗎 這麼實力懸殊的比賽 好像也 沒什麼好爆的了 不過那個 陷入一片火海 確實還蠻壯光的 怎麼我怎麼覺得 村民燒起來的比例也不少啊 無差別攻擊有沒有 真的太恐怖了 好啦我們今天的 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個村民 果然是還搞笑的 我一開始就覺得村民 怎麼會也來打仗 怎麼就來搞笑嘛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最後還是看著你們打完喔 說不定 不可能啊 不太可能逆轉 我本來想說 說不定還有逆轉的機會 我就順便撿撿 欸真的都是 都是村民死掉欸 村民死掉就噴金蘋果 絕大部分都還活著 比數相差非常懸殊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